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包 然后这箱子里边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就把它扔一边 我贵层突然跟我一样 买这单乐高小儿呢 最关注的就是中间这个齐天大圣了 我们的美猴王 这也是中国古典神花里边人物 首次以这个乐高小儿的形式出现 是吧 这也算是开了一个新坑啊 背不住以后我们又陆陆续续 去看到什么沙僧啊 猪八戒啊 唐僧啊之类的 四个人呢凑齐了 一起去这个西天取经啊 那么这一单呢 是我这个摸出来的 我知道里边是美猴王了 那么现在呢 就把这一袋打开来看一看 看看乐高小儿的美猴王 是什么样的 希望我别又把这个披风给剪了 跟上次剪那个哈利波特一样 里边这小塑料袋 我怎么还抽不出来 好像是跟外包这个塑料袋给压在一起 粘在一起了 OK 拿下来了 里边呢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感觉我们这一包西天大圣灵件还挺多 我们这大圣脸呢 画得有像是这个京剧脸谱的感觉 这白色脸上呢 还有这个红色桃心 看着跟猴儿屁股一样 上面这一圈金色的呢 应该就是师傅送到见面里了 我们这发沟 大圣身着的盔甲呢 设计着非常漂亮 这金色鳞片的闪闪亮亮的 中间呢还像着一块绿色的圆玉 这应该是一块玉吧 我不太明白 瞎掰的 但如果呢 这要真是块玉的话呢 这套战甲就是什么 金香玉了 一下子这套战甲 价值呢就还跌了好多 背面呢 依旧是有金色甲片的印刷 而且呢 这猴儿尾巴还是一个单独零件 大家装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不要把这个猴儿尾巴方向呢 给装反了 大圣头发呢 使用的也是这种双色筑膜的工艺啊 把这个耳朵和头发呢 是筑在了一起 表情方面除了有这个坏笑的表情之外呢 还有一脸严肃替换表情 是不是大圣看到师傅要念紧箍咒了 所以赶紧收敛起来了 哎 这个美猴王乐高小时呢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首先这个面部表情啊 我觉得表现就非常到位 一脸张狂 非常符合这个齐天大圣 美猴王那种性格是吧 再好呢 就是我们大圣全身上下 这身形头啊 设计非常华丽 非常漂亮 金色的铠甲呀 红色的各种装饰啊 包括鞋子部分 它这个鞋底呢 是白色的 看起来很厚 很像是京剧里边小生 或者老生穿那种巢靴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呢 我们这美猴王 这不穿巢靴的啊 就是张冠礼带了 是吧 但是呢 各种要素加在一起 看起来呢 还挺协调 挺漂亮的 然后剩下这几包呢 就这个鞋里边 我比较感兴趣的小人的 这些呢 全都是我们摸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看一看 第一包 哎不对 第二包 诶 是这个 披萨宣传小人啊 买这个小人呢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 非常夸张 非常搞笑的三角形 披萨头饰啊 上面呢 还印着这个萨拉米 不过说实话呢 看不出来这是萨拉米 还是西红柿片 感觉应该是萨拉米 而且呢 我们这个小人呢 明显看起来呢 非常的尴尬 表情呢 非常不自然 看来呢 带着这么搞笑一个头饰呢 还让他觉得非常别扭 也真是难为他了 小人手里边呢 拿的是我们披萨店的宣传单 一每到呢 就可以买一件披萨饼 或者买一个薯条加汉堡套餐 真是够便宜的 第三包 哦 诶 是个女马农 买这个小人呢 也是因为这个小人的职业呢 跟我是一样的 我也是个马农啊 他手里边呢 还拿着一只小的 这应该是机器狗 还是机器猫啊 看不太出来 反正呢 这意思就是表现 这个小人是他自己编成 自己做的呗 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另外呢 这个不管是机器猫 还是机器狗 反正就是一个机器宠物吧 这个小人的这个零件 使用呢 也非常有意思 给大家拿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 他身体这一部分 尤其是尾巴这一块呢 是用什么零件来表现的呢 诶 实际上呢 拆下来之后 大家发现呢 是一把倒过来的 这个Diva手枪的零件 倒过来之后呢 这个枪把手 这个握把 正好就变成了 这个宠物的小尾巴了 这个设计呢 真是非常巧妙 为了表明小人职业 这小人胸口上呢 还印着这个0101机器码 说到这我就想起来了 小时候看这个黑客敌国电影啊 电影里边人类呢 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 他们的屏幕上面显示的内容呢 就全都是一条一条 秘密麻麻 从上到下 这种类似于机器码的东西 而这帮人呢 还假不假似的 看得津津有味 好像能看出图案来 然后我小时候呢 就特别特别羡慕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就看不出来呢 为什么我看的 全都是各种乱码呢 是不是因为我好的知识没学啊 结果长大之后 学了计算机呢 再想起来这一段 觉得真TM扯淡 学了都看不懂 更别提没学过了 不过有一个特征呢 这个小人做的 并不是特别准确啊 就是呢 作为马农 怎么可能这么多头发呢 这样才准确嘛 不过这么一说的话呢 其实我也是马农啊 所以说呢 其实我也 头像中的我 现实中的我 另外呢 我们这乐高小人呢 还配了一台乐高牌的笔记本啊 而且呢这笔记本还是可以打开的 诶 打开之后呢 有屏幕 有键盘 在中间这个荷叶的部分呢 还有几个小的按钮 我们这台笔记本呢 细节真的也非常多 下一包 这个宠物饲养员 这套里边饲养员本身呢 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中规中矩的一个乐高小人 但是呢 这套特别特别在呢 里边带了两只小狗啊 一只呢 是乐高的小法豆 一只呢 是乐高的小腊肠 这两只小狗呢 也是首次出现啊 诶 非常的可爱 诶会 诶会 这两只小狗呢 也是首次出现啊 尤其呢 我们这只小法豆是吧 鸳鸳鸿鸿鸿 还吐出小舌头 非常非常的可爱 大概因为主题的蝉屎观吧 大家看我们这只饲养员 那还拿着一个大铲子 所以说呢 我们这套里边还送了两个这个 狗屎的零件 不过话说 这个狗屎零件去了拐弯的 放在杯里 或者放在蛋卷上 那就是巧克力冰淇淋 下一包 好 是一个冒险家 诶 这个冒险家小人呢 做也挺棒的 衣服上各种细节呢 很多 口袋啊 绳索啊 各种装备 一用俱全 背后呢 还背着一个大背包 上面还有铺盖卷 看来呢 经常是在这个森林里边 暗影扎寨 但其实呢 买这一包主要也不是因为这个冒险家小人 而因为旁边这个变色龙的小配件 这是变色龙的模具呢 也是首次出现 做得也圆圆滚滚的 大眼睛呢 又圆又萌 看起来也非常可爱 而且整只变色龙呢 好像是要恶虎扑石这种姿态啊 前方呢 可能发现一只小苍蝇 或者其他小虫子吧 叙事待发 马上就要吐舌头了一样 做得也是唯妙唯肖 最后一包 哇 这包大 东西也多 买这个小人呢 完全就是出于占便宜的心理啊 就感觉呢 这么一小包多高小人里边 居然有这么大一辆自行车 而且呢 价格还不变 买到就是赚到 简直赚了一个亿一样 我们这个小人呢 是一名骑手啊 并不是说那个饿了吗 外卖或者说美团外卖那种骑手 是这个骑自行车锻炼的骑手啊 穿的也是花花绿绿的 不知道我们这个同样 非常习惯骑行的这个韩大魔王 出门的时候 是不是也穿成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这小人呢 看起来还受过伤 胳膊上呢 还贴着一个创可贴 这些小细节呢 都挺可爱的 另外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小人 真的是可以骑上 我们这辆自行车的 他中间大梁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非常的薄 正好可以插上这个 小人双腿之间的这个空隙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手 看看能不能卡在这个车把上 OK 这角度呢 看来也都是特别设计的 正好呢 配合我们这个乐高小人 胳膊的这个角度 虽然说我们这个乐高小人呢 实际上脚并没有接触到 我们这脚灯子 但是呢 就是这意思了 可能他臂力比较强的是吧 直接把整个身体呢 给撑起来了 刚注意到这个骑手安全帽上呢 还有一些镂空的小孔啊 这些小细节呢 真都挺到位的 OK 这就是我们第19弹 最后一包的这个乐高小人了 那么除了我刚才介绍过 这6款小人之外呢 第19弹同样也是一共发售了 16款这个形态各异的乐高小人啊 还有这个什么游戏主播啊 洗澡的呀 木乃伊啊 等等等等 看起来也都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我只选了几个 我比较感兴趣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套里边明信和关注重点呢 绝对就是美猴王了 哎 我觉得还非常值得入手一个了 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合适 因为呢 这第19弹抽抽乐 它一箱啊 没有那种哪个小人 是一箱里边 只有一个的那种种类啊 基本上呢 都是两到三个 或者四个这种呢 像是这个美猴王呢 我记得一箱里边 得有三个吧 还是两个的 反正挺容易找的啊 所以说呢 也不会价格很高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一键三连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新浪微博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